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神的店 一起来敬拜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 然后你可以给你左右前后的 弟兄姐妹一个high five 然后跟他说感恩有你 谢谢你 看到你真好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当然我们也要欢迎 线上的弟兄姐妹 也很感恩有你们 就是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 那我们part 1呢 有机会你也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感谢主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月我们是感恩夜 感谢我们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 就是看到人 看到我们的服侍人员 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就跟他们讲一下 谢谢你们的服侍 让我们带着感恩 也谢谢我们每个星期 有不同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服侍神 所以还有很多的招待 幕后的 你看到其实在幕后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 所以你看到他们跟他们讲 感恩有你 谢谢主 我们这时候我们也要献上感恩 给我们的上帝 所以感谢就是感谢上帝的救赎 在我们的生命 感谢神让我们认识他 所以这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感谢给我们的上帝 可以很自由的开身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开身来 献上你的感恩 献上给上帝 献上你的感谢给主 谢谢神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谢谢主 恩待我们 谢谢主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能够经历他丰盛的恩典 主啊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主我们都要感谢祢 因为神我们知道 神啊 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啊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恩待我们 谢谢祢救赎我们 谢谢祢因着神 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何等的人 我们能够被称为是神啊 祢的孩子 主啊 我们能够在祢里面 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主啊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无限的恩典 谢谢祢赐给我们 有这个平安 真正的平安 主啊 是在这世界上找不到的平安 谢谢祢给我们心中有喜乐 谢谢祢 主啊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的里面 我们仍然来称颂祢的名 因为确实神啊 祢是永远掌权做王的神 主啊 祢是配受我们敬拜的上帝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谢谢祢 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使得天父今天早晨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的心充满着感谢 主我们谢谢祢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 我们也看到我们众弟兄姐妹 神他们生命的里面 主啊有神啊 祢特别的看过 祢保守 主啊有神啊 祢的同在 有主祢特别的这个恩典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靠着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也要为着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来祷告 所以我们把一下时间全然交在主的手中 主我们要特别为这门当中所有服侍祢的弟兄姐妹 献上感谢 主啊为着他们的摆上 为着他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确实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忠心的 主啊坚持的 主啊来到在祢的面前来侍奉祢 来跟随祢 主啊因为他们知道神的生命在祢里面是有价值的 主啊因为我们感谢神啊祢的无限的这个恩典以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所以我们盼望透过服侍主啊能够能够来彰显神祢的荣耀 所以我们祷告神祢来恩告他们的服侍 为着我们的敬拜团 为着我们抬前幕后的 主啊为着我们的招待赔坛 主啊还有在我们幕后默默服侍祢 付出他们的这一个服侍的 主啊我们都全然交在主祢的手中 愿神祢恩待他们 将天们从祢而来的力量恩典 主啊让我们服侍越服侍越得力越服侍越喜乐 越服侍越清楚神祢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 让我们的生命更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感谢赞美祢 把以下时间也全然交托 求祝祢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神啊愿祢的圣灵再次的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弟兄姐妹全然交托 我们相信凡来到祢的面前的 主啊是有福的 让我们带着渴慕 主啊带着期待来到亲近祢来到敬拜祢的时候 主啊我们相信神啊 祢要再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动工 主啊祢要赐下神啊 祢的自由在我们的内心 主啊祢要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相信在今天的敬拜的里面 我们要尽力神迹其事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愿圣灵再次的主啊来充满我们 愿圣灵再次的来破碎我们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经历神啊 祢奇妙的作为 感谢祢耶稣基督 也赐福我们今天的讲言 为着荣牧师来祷告 恩告祢的仆人 大大的使用祂 通过祂今天所分享的每一句话语 愿祢的话语刺入我们内心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根基 好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切生活的当中 主啊我们能够靠着祢的话语 活着主而不再一样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活着这根意义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多人的祝福 感谢祢耶稣基督 赐福我们以下时间 感恩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 祂是为你征战的神 祂也是医治我们的神 阿们 好的神的百姓让我们来敬拜祂 祂是为你征战的神 无论想你 一去一广 你从过去就一样 只花放在地灰尘 无论能想你 无论想你 来宣告 我身最伟大 我身最感情 能照顾世上未写的巨幻 他引起我们 把门又全能奥杆 奥杆 你从随便安慰美酒 是满人从全光影 无论能想你 无论想你 比如光去走黑暗 只花放在地灰尘 无论能想你 无论想你 我身最伟大 我身最伟大 我身最感情 越超过世上一切的巨幻 他引起我们 把门又全能奥杆 奥杆 我身最伟大 我身最感情 越超过世上一切的巨幻 他引起我们 他们又全能奥杆 奥杆 是的我们要大声来宣告 Hallelujah 我们来聊天 他永远被钓 就能够大声 我身最伟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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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谁还能带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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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 leighying my love 我身体感想 也超过史上一切的情话 他引起我们 阿满有全能套战 阿甘 我心最偉大 我心最誇張 你照顧世上一切的期望 愛一次我們 阿满有全能套战 阿甘 神的百姓我們來宣告 有誰可以幫助我們 有誰能擋住我們 我上帝與我同心 神還能抵抗我 我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擋住我們 我上帝與我同心 神還能抵抗我 我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擋住我們 我上帝與我同心 有誰能擋住我們 有誰能擋住我們 我上帝與我同心 有誰能擋住我們 我上帝與我同心 谁还能抵挡我们 谁还能抵挡我们 是个神啊你是何等的伟大 我胜最伟大 我胜最大强 越超过世上一切的计划 好一致我们 怕满流血的计划 啊呀 我胜最伟大 我胜最伟大 越超过世上一切的计划 啊一致我们 怕满流血的计划 啊呀 是啊 你好伟大 我胜最伟大 我胜最伟大 越超过世上一切的计划 啊一致我们 啊满流血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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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全身已破碎 以耶稣基督保血 啊满流血的计划 啊满流血的计划 啊满流血 满流血的计划 啊满流血 啊满流血的计划 是 祈祈祝他们的教会 为主夸光照亮黑暗的时间 再一次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高祈祝他们的教会 耶稣基督是王 王是王 哈利路亚 祈祈祝他们的教会 为主夸光照亮黑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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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主啊 因祢的能力 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 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你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感谢你 哈利路亚 赞美你 阿们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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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事使我们彷徨 你的心事却暗中不光 你闭眼灵看 舍耳听道港 这百姓是你说爱的 你难止做 我们会转向你 你是主 承认你是主 求你专利 无法利的迭路 你是主 你是救我们的主 求你一世 求你严历 求你心情 求天求飞去 我们不求 阿爸天父 你的救恩 你将领遮地 你的救恩 你将领遮地 你难止做 我们会转向你 你是主 你是主 承认你是主 求你专利 无法利的迭路 你是主 你是救我们的主 求你一世 求你严历 求你专利 无法利的迭路 求你一世 求你严历 我们不求 阿爸天父 你的救恩 你将领遮地 求你一世 求你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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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 愁愁愁愁愁 我们活求 阿爸坚固 祢的救恩 将祢彻底 我们呼叫祢的名 求祢一致 也天�� premier 担 commute 陪我们交往�찰�骑 因净救恩 彼緒了你 心自忑愁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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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你是祖 求你钻鱼 无法逆连连路 你是祖 你是求我们的祖 求你一致 求你怜悯 求你心中 求你就退去 我们不成阿玛天国 你一致问 你将你下定 你一致 你只有我们 你你我们 求你心中 求你就退去 我们不成阿玛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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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名字 阿玛天国 阿玛天国 耶稣的名 照顾万里 使阿玛天国 谢谢阿玛天国 神的名字 已经遭到你 又有双 Alo 耶稣的名义 荣耀尊贵的回忆 万事要归拜 万何要全能 耶稣我敬拜 你到永远 基地不能 失望不能 胜过耶稣的名 世上没有 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名 一只难命 救赎冷天 倒以耶稣的名 因你共和 真正的事 倒以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照适顾万里 荣耀尊贵的回忆 祈祷祂要祈祷 患起要归拜 万何要全能 耶稣的名 晨永远 与耶稣的名 祝你 招呼万民 荣耀尊贵的回忆祢 欢喜要回来 欢呼要承认 耶稣活进拜祢的永远 哈利路亚 使得疾病不能 死亡不能 哈利路亚 因为耶稣的命 我们胜过这一切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命 胜过耶稣的命 世上没有分和困难 胜过耶稣的命 你只能力 救赎恩典 都因耶稣的命 你只能力 救赎恩典 你只能力 救赎恩典 你只能力 救赎恩典 都因耶稣的命 哈利路亚 唯有耶稣的命 主祢多祢 哈利路亚 祝我们谢谢祢 万喜要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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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个一切的荣耀 珍贵 送赞 归给我们的神 耶稣要永远做完 迟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你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耶稣 哈利路亚 所以基督姐妹就说 让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先上我们的感谢 赞美我们的神 谢谢祂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打倒我们 因为有耶稣的同在 因为耶稣祂是胜过死亡的神 祂是复活的主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你感恩吗 感恩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吗 所以今天如果你心里面有仇怀 有劳苦中担的 有面对困难的 有挣扎的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把祂交给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说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祂要将平安赐给我们 祂要将平安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是胜过黑暗的势力 祂是胜过死亡的上帝 祂是能够治平安的神 所以今天早晨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吃取神的能力 吃取神的平安 吃取神的喜乐 要让上帝和圣灵再次的 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哈利路亚 开神来祷告 开神来祷告 为着你自己来祷告 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 为着你的需要来祷告 为着你家里的 和我们亲戚朋友的救赎来祷告 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相信 请神要在这世上掌权 还要为我们生命的主 还要引领我们 谢谢你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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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啊 万有都要了 福福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 主啊 因为唯有你 说是我们的救赎 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充满着感恩 谢谢你耶稣基督 谢谢你救赎我们 谢谢你恩待我们 是的 神啊 你的名是超乎万有的 主啊 你的名是永永远延配受敬拜的神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做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 主啊 即使有时候我们在困难的里面 我们都看到神啊 你的恩手 主啊 不趁离去我们 神啊 你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力量 主啊 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每一个困难 主啊 即使我们在宽化顺境的里面 我们也要感恩 因为主啊 这是你的恩典啊 主啊 让我们能够蒙受神你的恩典 走在神啊 你的道路的里面 所以神你说顺服你的我们就能够蒙福 主啊 愿我们都能够 主啊 能够住在神啊 你的旨意的里面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蒙福 这样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音 主啊 把这个福分 主啊 把这个盼望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 让许许多多人 主啊 都能够来认识你 因为主啊 这就是神啊 你所赐给我们的无限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这个救赎 感谢你 感谢罗赐给我们 主啊 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 主啊 我们也祷告 主啊 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 主啊 让我们能够清除神啊 你的护照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啊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护照 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 活出这喜乐生命 活出这盼望生命 能够把这盼望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是的 主啊 你要兴起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 神啊 你要兴起我们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 所以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全然交在主你的手中 神啊 你恩待他们这时候 神啊 你的圣灵再次充满在我们心灵里面 主啊 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 主啊 能够刚强起来 主啊 所看到的 主啊 不是我们不能做的 而是靠着耶稣能够成就的 主啊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旨意 主啊 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 继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动工 继续的来建立我们 继续的来建立我们 建造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耶稣基督 建立我们的信心 建立我们 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再次充满我们 因为主啊 我们知道靠着我们不能 看事靠你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 需要你来引导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走在神啊你的心意的里面 谢谢你耶稣基督再次将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我们如此祷告 阿们 阿们 世的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们任难站立我们要为这奉献祷告 我们也为这我们的奉献 我们献上给我们的主 是的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的这个祝福 谢谢你的供应 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 都有你同行 我们感谢你 这时候我们也讲我们的奉献 主啊 要奉献于你 要全然交托于你 求你悦纳 弟兄姐妹 甘心乐意所白上的 主啊 无论是爱心奉献 猜传奉献 感恩奉献 主啊 愿拜到你的面前 神啊 你也欢喜快乐的悦纳 我们所献上的 加上祝福 主啊 我们盼望主啊 这个福音 主啊 能够继续的广传 特别我们看到这世代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在这世界上他们挣扎 他们有需要 主啊 盼望神啊 我们 主啊 能够扩展你的国度 主啊 让这一个奉献也能够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谢谢你 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得生的名求 Amen 大家请坐 你可以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来做奉献 或者等一下三会后 你可以把现金投到奉献箱 好 感谢主 这时候我们要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贵宾 你第一次来是我们的贵宾 我们知道有来自马来西亚 前面也一位是差点忘了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姐妹 也第一次来中文部 他来过恩典塔 那是在中文部是第一次 我们欢迎 还有没有我漏掉的 没有吗 没有了 好 让我们这热烈的掌声 再次欢迎我们的几位贵宾 感谢主 感恩有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 当然我们也不忘记 线上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线上的聚会 我们也要特别的欢迎您 那我们有这个 就是荧幕上有二维码 那你可以就是扫描 然后留下你们的联络号码 留下你们的资料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你们联系 好的 感谢主 哈利路亚 那我们也要感谢我们今天的敬拜团 带领我们的敬拜 我们给我们的所有服侍人员 一个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敬拜团 感谢我们的招待 我们的陪团 还有幕后的弟兄姐妹 玻璃后面你们看不到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服侍 谢谢你们的服侍 这个月是一个感恩夜 就是我们要感恩 所有在我们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 无论在台上 在台下 在幕后 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在服侍我们 不然的话靠牧师一个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好的一个聚会 对吗 当然也感恩有你们在我们当中 如果没有你们在我们当中 也是突然的 对吗 所以跟你隔壁的说 感恩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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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个月我们讲的 我们是感恩的一个月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的一位姐妹呢 要特别感谢另外一位姐妹 哈 那我们的姐妹呢 她写了这个感谢的字条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苗义姐妹 苗苗 我们苗义姐妹哈 所以她呢 要特别感谢一位姐妹呢 就是我们的梁华女 Margaret姐妹 Margaret你在哪里 Margaret在哪里 啊 这位姐妹哈 你看我们的姐妹很年长 但是她还服饰 很喜乐的服饰 所以我们苗义姐妹 为什么赞赏我们的姐妹 请坐 请坐 为什么赞赏她呢 她说她每次去崇拜的时候 她都很热心的帮忙她放轮椅 因为我们的姐妹需要就是 有做这个轮椅 她每次来 我们的姐妹都很热心的 帮她帮助她 然后帮她把轮椅放好 那她要跟她讲什么 鼓励的话呢 她说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我每次受到帮助 心里都觉得好温馨 所以要特别的 谢谢我们的Margaret姐妹 感谢主 那她说 另外一位她要感恩的呢 就是感谢的呢 就是我们的洛牧师 洛牧师在吗 洛牧师 那边 洛牧师呢 他说呢 每次他都会 就是聚会前 他都会在圣殿门口迎接我们 那每次看到他认真的迎接我们 他都会觉得被鼓励 然后我跟洛牧师说 您辛苦了 谢谢你鼓励我们年轻的一代 所以洛牧师是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也继续这样 这样的一起的服侍 感谢主 Hallelujah 还有另外一位要感谢的 其实是昨天的崇拜 有一位姐妹要感谢我们的姐妹 但是因为她不在 今天她在 我要特别的 就是感谢她 所以昨天的崇拜 有我们的姐妹 就是沙文姐妹呢 她要特别感谢一位 姐妹在我们创意事工的 就是Angela姐妹 Angela姐妹 她特别感谢 为什么要感谢她呢 她赞赏她 因为她说她喜欢她的忠心 然后她打鼓的姿势也很好看 所以她不只是弹琴 她也打鼓的 所以有时你会看到她在打鼓 所以感谢主 所以有什么要对她讲呢 她说 加油姐妹继续服侍 你在主里的努力 不会突然的 主必报答你的劳苦 Hallelujah 感谢主 所以这些都是 特别的姐妹 写一些感谢字条 给我们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们如果还没行动呢 那就有机会给你们 所以我们已经报告很多次了 就是这一个卡片 是一个感谢的卡片 里面有九个方格 就是你可以完成九个 也可以完成最少一个 所以每一个 她有给你提供不同的方法 来感谢我们的服侍人员 问你隔壁的你做了吗 给你们压力一点 如果还没有的快点去 我们的柜台还有 所以去拿一张 然后你看 其中一项是很好用的 牧师跟你分享 就是发信息 你可以发信息给他们 就是谢谢他们的服侍 一句话 就是就很鼓励了 让我们彼此 就是激励我们的肢体 让他们继续在服侍的里面 能够继续带着喜乐 来服侍 服侍彼此 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个卡片 我看应该是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厉害 全部拿了 然后写了就发了 所以还有拿了一叠下来了 感谢主 我们找到了一些给你们 如果你们还没做的 你可以写 荣牧师这边也有 所以你可以拿 然后就写一些的字 感谢他们的服侍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 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的这样的鼓励 能够推动他们 继续的在服侍的里面 能够继续的 更好的来服侍神 所以这个呢 当然我们说 如果你完成五项的话 你可以写在后面你的名字 还有其中一位的服侍人员 那这个呢 我们有抽奖 就是你如果被抽中 明年就有免费的一个宣教旅程 祝福你去宣教 好吗 很好 感谢主 所以完成 当然我们也不为这个了 所以你觉得五个不可以 你最少写一个 我是讲的 最少一个 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好的 感谢主 谢谢你们的服侍 那另外我们有两项的报告 我请大家留意 就是 第一呢 就是我们呢 在11月16号呢 会开 开始一个特别的 这个课程 就是基本关怀辅导技巧 是一个关怀辅导技巧 一个技巧 帮助我们呢 能够更好的去跟人来 就是连接 那这个的课程呢 特别就是为教会的领袖 小组组长 还有很想要帮助人的 弟兄姐妹预备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 有时候你不懂要 怎样跟别人交流 特别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要怎样辅导他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课程 它帮助我们 就是掌握一些的技巧 能够如何关怀他人 然后能够如何 学习倾听 还有支持他们 那帮助我们 就是跟人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更加懂得 如何与人连接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报名参加 我们11月16号开始上课 这个时候就可以 你可以上恩典路去报名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11月3号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就是以神相会的特会 11月3号是星期五晚上 这是我们会在 恩典五吉巴都二楼的圣所 那我们这次呢 邀请到许碧牧师 在我们当中 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他也会带 他的一般的敬拜团队 到我们当中 带领敬拜 然后分享讲道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 就是在基督里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出席 让我们一起的 就是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上帝 也认识自己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我们生命的突破 所以鼓励你们出席 这个11月3号的 与神相会特会 好 更多的教会的动向 你可以上恩典路 或者我们教会的网站 去查询 所以报名啊 什么的都可以上恩典路去 好 我的报告就那么多 这时候我们也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会继续这个 启示录的系列 那我们今天 有荣浩然牧师 在我们当中 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掌声鼓励 欢迎荣浩然牧师 如果你要掌声鼓励我的话 可以更慷慨一点 经典哦 先生的弟兄姐妹 早上好 地上的 实体的 你们大家好 可能你是第一次认识我呢 还脸在牧师 你看着会很失望对不对 不管了 自己有自信就好了 好 我们要快快的 我们来看 今天的这个第八讲 特别是在讲的启示录 来 请帮我一个忙 今天我要讲什么呢 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 一起来说 插一只腿都没有用 都逃不了 来 跟你旁边说 你逃不了 找回隔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启示录的第八讲 那我相信这里我们多数都是华人 那华人呢 特别是在农历新年呢 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吃火锅的习惯 对不对啊 我们有这样的吃火锅的习惯 当然不同的地方呢 有不同的叫法 围炉啦 广东人应该叫打宾楼啦 卵炉啦 我们最俗称的叫什么 火锅 对不对 一起来说火锅 但是对我来讲 吃火锅是相当危险的 我有点害怕的 特别是有孩子 有小孩子 小孩子不知道吗 就碰那个火锅啦 或者怎么样 不小心啦 就打翻啦 或者说不小心拉那个桌布 结果整个火锅的汤 就倒在别人的 或者他自己的身体上 有没有吃过啊 你没有啦 有没有发生过啊 肯定有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是有点担忧的 吃火锅 特别是有小孩子 那其实呢 为什么我会想到火锅呢 因为上个礼拜呢 当这个 这个肖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 我下个礼拜要讲七碗 那因为你讲七碗 七个天使 青岛 七个碗 的这个在地上 你要了解 当时候的碗 是指金盆 在圣殿 犹太的文化 这个圣殿的一个金盆 金盆这样倒那一个 好像呢 有点的很难 很难的想象 特别你 华人想到碗 就摸 一碗 你会想到小小碗 那我现在用什么 我用火锅 你去想象 这七个天使倾倒的 是七个 七个什么 火锅 我也可以肯定的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启示录 你可以看到一碗 比一碗 更加严重 你一个锅 一个火锅 比另外一个火锅呢 更加重口味 什么口味 第七锅的时候呢 是十级麻辣的 爆辣的火锅 如果你是大陆的 四川的 你就了解 这个麻辣的火锅 是什么 分成很多等级的 这个是最高级的 已经拉到不行了 那意思是说 审判 这个七碗的审判 七火锅的审判 是相当 越来越重口味 最后呢 他要将这个 最严重的一个审判 最麻辣的火锅呢 将会倾倒下来 而且呢 这个倾倒不是 只是这样倒下来 甚至在那边说什么 神大怒的 七个火锅 将会倾倒下来 Pull out 覆水难受了 整个倒下去 就是没得没得 救了 那个感觉 所以我才说 好像滚烫 麻辣的火锅要滚烫 你吃火锅都要滚烫 你可以想象 你要想象 你要想象 那个火锅这样 整个倒在你身上 会不会很痛 第三堂的会不会很痛 第二堂的会比较痛 因为他们的反应比较 真的很吓死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启示录 15章到17章 总共三章的经文 我在说了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讲道 这个是主日讲道 并不是教导 教导你可以一节一节 一张一张 慢慢看慢慢教 但是在讲道里面 如果我把三章读给你们听 读给你们听 已经是十分钟了 所以除非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 认真的话 你就跟我好好的去读 启示录 读不明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来听我讲道 你就了解 大概我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 今天是我读了三章之后 我心里面的感动 我心里面的领受 我把它表达给大家听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总共有三章的经文 当然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的大方向 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 给大家肯定的看到什么 看到上帝宣告 上帝宣告的不是开玩笑的 宣告祂的什么 一起来说 祂的审判 跟祂的后果 你将会有一个后果 什么后果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开不是开玩笑 是确定性的 是确定性的 今天的这一个 这堂道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认真的 来我们来看 到底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什么呢 第一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青岛愤怒的七晚审判 再次 青岛愤怒的七晚审判 我可不可以要求大家 特别是在下午的时间 大家都快要 沉睡了 所以我叫你们念 你们就不要提起精神 比较有表情 有感情 愤怒就真的是愤怒 好不好 青岛愤怒的 七晚审判 当然你不用像我这样夸张 那十六章 就可以看得见 这整个七晚的过程 当然我在一晚一晚看的话 就太花时间 但是至少让大家回顾 那启示录是写给谁的 那启示录从一个角度 是写给七间教会 特别你看到第三章 第二跟第三章 你可以看到七间教会 他们这七间教会 面临什么呢 面临罗马政权的逼迫 因为罗马政权 就是要迫害圣徒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启示录 你听到上个礼拜 你听到大红龙 都是象征是海兽 从地上出来的一个兽 都是象征什么 一起来说 像这什么 一起来说 邪恶力量 表示什么 都是敌基督的 反看耶稣的 或者说 真的要迫害圣徒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力量 就是要迷惑人 就是要迫害圣徒 那你就知道 这个七晚 就是神对什么 神对什么 邪恶势力的一个的愤怒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十六章第一节 就已经给你看见了 我们一起来读 第十六章第一节 一二三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殿中出来 向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网倒在地上 把圣神大怒 所以这个七网它象征什么 是上帝的愤怒 可以吗 那一是什么呢 是相当严重的 不是开玩笑的 那我给大家先了解 我们之前 我们听到七印 七号 今天的七晚 那对我来讲 我这样读 大概七印七晚 七号呢 都是大概讲同样的信息 不是说分成不同的阶段 那但是至少我从启示录来看的话呢 七印七号角呢 是只是跟你说 警告你 你们预备了吗 你们预备了吗 那前面呢 其实就是跟你警告 就叫你预备 那现在 七碗 是剩着什么 那个碗 那个火锅 那个麻辣火锅 装的是什么 神的什么 愤怒 是愤怒到几点啊 不是鬼调嘛 是已经是很 很到很厉害的程度 那为什么我会跟你这样讲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时候 你如果到了这个阶段 你怎么求情 你怎么悔改 都没有用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十五章第八节 这边有说 圣殿充满神的荣耀跟能力 听清楚啊 没有人 能进圣殿 只等到所降的灾祸 没有人能进圣殿 只等到所降的灾祸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即使你求情 即使你看到 是了 是真的 是真的 以前我不信耶稣 现在看到 是真的 我要赶快 跟上主 悔改 我要求情 赦免我 耶稣啊 sorry 没时间了 没有了 你看见吗 你即使 就是说 你即使求情也 即使你解释 审判要执行 就是要执行 你抓不到 这个上帝的手 上帝一出手 七碗要 倾倒在地上 麻辣的火锅 已经要倾倒 倾倒 破坏了 我告诉你 当他一倾倒的时候 意思就是覆水难受了 意思就是什么 你插翅南飞了 这个审判已经插翅南飞了 你要面对审判的 没得选择了 希望你听到现在 你蛮沉重的 是对的 听到是对的 你会问你自己 我就是那个人吗 我就是那个 到最后才悔改的人 那我们自己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启示录来看 到底谁 要面对这个审判 谁要面对这个七碗 谁就插翅南飞 大家就先看 那个白色的部分 对不起 黄色的部分 因为 这个是我自己综合 整个启示录 十六章的一个总结 那至少给你们看一下 你要拍照就拍照 你可以看到 我每一节都可以看见 到底谁是那个 插翅南飞的人呢 就是第一个是 有受印记 或者拜受相的人 你知道是什么了 666啊 那个印记的 或者这些邪恶的势力 就是不要信耶稣的人 OK 另外一个是什么 逼迫 或者杀害基督徒 圣徒的敌人 或者说 他为耶稣来做见证 你就杀掉他 有没有啊 现在也有啊 你流出这些人的血 那另外一个 第三个部分 可能是对你的啊 不悔改的人 不归荣耀给神的人 这个不是我乱说的 你自己看啊 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给神的人 是不是你呢 有没有归荣耀给神 还是你归你自己 你什么都是想到你自己 你没有想到上帝 这个你自己去想 第四种呢 是什么 第四种是喜欢靠近 受 就是666 受这些 邪恶势力 作为的人 当然我们这些 我们都不太敢 这些都是可以看见 从几十路 可能说 不管我的事 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 你自己去想一下 等一下你听我讲道的时候 你会做自己的反思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七晚的审判 你会害怕吗 即使在我们当中 你可能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在我们网上 你从来没有信过耶稣 你原来这是第一次听到我们 讲到这个末的审判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启示录告诉我们 即使这是一个 叉刺难非的 严重的一个审判 即使这是一个 最后一碗 最后一个火锅的 一个麻辣的 一个火锅的审判 他们竟然怎么样 一姐说 他们竟然怎么样 依然不悔改 依然不悔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 不一定每一个人 都会信耶稣 那个不是我的责任 责任还是那个人要不要回应 跟圣灵的工作 我们传不传是我们的责任 还是有一些人就是 我们广东话叫 硬心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些敌基督 或者假基督 这种邪恶势力 就是如此的硬心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如果你继续看七晚的审判 它完全跟出埃及记十个灾的元素 的背景是一样的 那表达什么 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 你不是只看到那个灾 很像出埃及记的十灾 你看见的是 当时候面对这个灾 法老有没有悔改 有没有 没有悔改 那是不是 当时候的邪恶势力 那些迫害圣徒的人 也是死不悔改 他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死不悔改 666跟随着 就是如此不悔改 那我看见的是什么 不是要单单只看不悔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子民听着 我们如果你了解出埃及记 启示录可以转成一个新的出埃及记 阿们 新的出埃及记 你要看见了什么 看见神出手 你看见了神的拯救 当以色列的民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受捆绑 他们受逼迫的时候 神怎么样的拯救他们 出埃及 看到吗 你们兴奋吗 我现在跟你解释 转过来看 你不要看只是看到那个灾害 你要看到 神不是跟你开玩笑 神是跟你讲 是会审判 同时神也会 神也会 拯救 你要看见的是这一个 是你看到的是灾害 你看到实灾 你看到七管 是很可怕 但是神的子民 信耶稣的 好好的跟耶稣建立关系的 你也就即使你是在患难当中 你在苦难当中 你也可以被上帝所拯救的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启示录你可以看到 这个出埃及的一个元素 红色的部分的字 的经文 全部都是出埃及的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 而不是单单只看那个实灾 那你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的话 请问世界会不会越来越好 我问的问题是 明天会更好 最近我来到恩典堂经常唱这首歌 明天会更好吗 不会还是会 我们希望 总是要有个希望 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 我再说 希望跟汤旺 LPS是different thing 不一样的东西 你希望 哎呀 我能 好像Vily 我希望我能减肥 希望 会不会伤害到你的玻璃心 哎呦 丢吧 丢吧 你明白吗 希望跟实际是两回事情 明天会更好吗 明天会更好 我真的不知道 我肯定的是 明天你一定会更老 我每次讲嘛 这边 我都讲了很多次了 明天你更好 不一定 但是你肯定什么 更老 意思是说 哎 世界 其实是越来越糟糕的 从启示录的角度 我从启示录的角度 当然你是神的子民 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特别是在这个末日的情况 世界是越来越糟糕 不健康的时候 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 你唯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说 唯有什么 认罪悔改 来一起说 认罪悔改 归向耶稣 归向真神 你才能脱离末日的审判 你不要去管 这个审判是给谁的 你先 先让我们知道的 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 那看起来 未来 末日的审判 对你好像比较遥远 你讲这个是以后的事情 是不是啊 比较遥远的事情 那对于一些666的跟随者 你不悔改 你就会面对很严重的 这个审判 一定是差次南非的审判 那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也面对一个 差次南非的事实 你要听吗 我刚才说了 明天会不会更好 不一定 但是肯定的是什么 明天会更老 对吗 还没啊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越来越健康 身体上 身体上你会越来越健康吗 请问你二三十年前的你 跟二三十年前的今天 请问你是不是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健康的请你举手 我要看到你 感谢主有几个不是人的 OK不是啦 开玩笑开玩笑 你觉得你健康也很好 只要你觉得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肯定的 你自己打开你的橱柜 你打开橱柜的 是不是越来越多罐子 那个罐子里面是什么 要啦 要不然就维他命 为什么要维他命 因为你就是越来越不健康 因为你就是越来越不健康 你要赶快 你以前没有高 现在你有多少高啊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不担心 我们信耶稣的人 身体是越来越不健康 最重要的是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心灵怎么样 可以越来越健康 Amen 我告诉你 身体你没有得解决的 从一个角度 但是你的心灵是可以 越来越健康 来面对你不健康的身体 明白吗 这里有护士的就了解的 护士们 护士 你就知道了 那天我还去找他 坐在他的房间那边 好像给他咽 我有没有病那种感觉 你就知道的 多数都是越来越不健康的 虽然现在有SG 还有Healthy Earth 我已经参加了 他一看我 夹辣了 也是很多问题 but 我这边心灵够健康 就OK了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一年 都是在过生日 对不对 过生日 我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都打电话 给一些恩友 听到我的声音 我就唱一些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如果是广东的 我唱 他们听了都很开心 对不对 好不好 好嘞 你祝福他 生日快乐 其实从一个角度是好的 从一个角度 你每一年 每一年 生日是一种纪念 上帝的恩典 阿们 我们也祈求 新的一年的祝福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这个我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 真实在外面 很多年轻人 他们不再唱生日歌了 我的儿子 已经前几年 唱给我听 唱我 你们听了会很逼切的 你听了会很讨厌的 他怎么唱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是我儿子唱给我听的 他讲年轻人 已经不再唱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过时了 我们就唱这种 HAPPY 我相信 我相信比较年长的 听了会有 会不会啊 这个是民间宗教的一些 商礼的歌 教授我们基督教 我们唱那个什么 那个是民间宗教 但我的儿子 他们说 在年轻人 他们用这个来开玩笑 其实他唱给我听 我会不会生气 他唱给我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不是创意 创意有什么好创意 这个也是别人创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我自己在做信仰的反思 他唱给我听 他在讲出一个事实 那不是吗 请问 请问你每一年的生日 是不是更靠近死亡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是不是 这个事实你不敢面对 你敢面对吗 当然我们并不是悲观的去看生日 你明白吗 我只是要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事实 每一年你过生日 其实是更靠近 你不知道你什么什么 一定是明年就有生日吗 你要不要珍惜 你要不要好好地珍惜 每一年的生日 所以对我来讲 生日不是只是唱歌 吃蛋糕而已 他真的是给我们一个人生的提醒 要珍惜眼前的所有的家人 因为每一年都是上帝的恩典 明白吗 明白吗 他其实提醒我们 你跟我 我们所有人 不管你是信耶稣的 还是没有信耶稣的 我们面对的是 越来越接近死亡了 这个是差次难非的事实 你逃不了的 我们要面对 你怎么面对 你预备了吗 我还年轻 对不对 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管他 我们还年轻 我请问你 棺木里面的是什么人 死人 不是老人 可以是年轻人 你明白吗 所以 我的老婆 才前几个礼拜 一问我 到底谁先死 你预备了吗 我老婆问你 你先死 还是我先死 当然 林预备已经讲了 我也觉得 男人先死的 等于我的老婆就问我 第二 如果我先死 你会不会再娶的 我没有讲过 这个 有没有再娶 这种问题难答 很难答 真的很难答 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 难以跑掉的 差次难飞的一个事实 你要面对的 我是说 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你要回答我 我说 不会 真的吗 不要再问了 你因为问我真的吗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结论 你可不可以 如果我死了之后 你两年之后才可以娶 很难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当然 后面还有一些故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讲 死亡是什么 差次难飞的事件 你预备了吗 那末日的审判 看起来好像 好远 好远 但是现在 你面对越来越不健康的 你自己 你预备了吗 到底上帝是预备地狱 还是预备天堂 上帝是预备审判 还是预备拯救 你觉得上帝的心意 是拯救的心意 还是审判的心意 你自己知道 那你要面对 还是要逃避 你不敢讲 不敢讲死亡 他就不会来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现实 这个是一个事实 同时 我要告诉你的事 不管是一个事实 或者一个现实 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话 你已经预备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 666的邪恶势力 他们拒绝了耶稣 还是你要回转 一起来说 回转 回转过来 成为耶稣的门徒 你只要口里承认 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你承认我需要耶稣的人 所以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 Amen 所以我才说 身体不健康 身体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老 那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的心灵 是可以越来越健康 唯有我们的心灵 是可以越来越健康的 即使一个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的心灵 只要有耶稣 他跟耶稣建立了关系 他也可以面对死亡 他也是心灵很健康的 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 因为你跟我不知到什么时候 明白吗 到底 立正牧师先走 还是我先走 我们不知道的 可能我先走的 也可能你 顺心这个时候 他的耳朵在那边抖 眼睛在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这个是很认真的 我刚刚星期五 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吃饭 我们教务 开了会 我们一起去吃饭 突然间有人 text给我 是医院text给我 我是欧南社区医院的义工 特别是临终的 因为有一些临终的是 一个人的 或者说家庭 他们破裂 这样就没有人管 他可能需要有一个牧师 为他们祷告 我都尽量可以的话 就去帮助他们 我不认识的 去到那边才认识 他就叫我去 我就即刻 这种不能等 我一有空就赶快去 当然有时候没有办法 我即刻去的时候 我看到他70多岁 临终了 感谢主 广福人 广东人 对我来讲 广东人 所以我即刻用广东话 跟他传福音 当然他有跟我说 他20年前已经信耶稣了 20年前他曾经洗礼 但是他很久很久 没有去教会了 所以我最重要是 重新确定 确定他的信仰 这个很重要 我就用广东话 standard的那句话 不用怕耶稣 不用怕耶稣 耶稣 在大天 standard的 我就用了这个 我很大声地念 不用怕耶稣 在大天 我是属于耶稣 很大声 这个是最后一口气 他讲得很大声 我就为他祷告 跟着一句句 重新 悔改 重新接受耶稣 然后最后 就为他祷告 阿们 我就离开了 第二天 大概11点多 他的女儿 就打电话给我 他走了 本来医生说 大概还有三个礼拜 怎么知道 你一定是讲怪我了 我知道你们会这样想的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在以前的教会 我是很有恩赐 让人家走的 但是来到恩典堂 他失灵了 不要这样啦 你们 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他临走之前 我可以为他确立信仰 你觉得很有意义吗 我不认识的 你们阿们阿们 是吗 你们要不要来我 来问你祷告一下 我的意思是 现在 基督徒们 你有没有好好的 跟耶稣建立关系 这个我才关心的是这样 恩友们 你有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 不要跟我讲 你信耶稣三十年 四十年 你不要跟我讲 我还五目西个喜怼 五点很多都这样讲的 跟你信耶稣没有关系 你不要跟我讲三十年 我洗礼 那个是三十年前 现在呢 现在你有好不好跟我建立 跟你有没有去教会 是两回事情 因为很多年长的没有去教会 怎么办 难道耶稣不爱他们吗 但是他们在家里 即使不能来 他们心里面认了说 耶稣 你永远在我的心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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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 我的心里只有他 没有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那个你是谁 耶稣啊 阿们 好了 不要乱了 OK 来我们一起来 第二点 一二三 你们这样 线上的弟兄姐妹念你们比你们还大声 我听到 来一二三 这个什么重要 多么关键的一个一点 神掌权 主得胜 你可以忘记所有什么七号 什么七脚 什么什么都好 什么七都好 你要记得什么 一起来说 那我要跟你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这个很重要呢 我来解释一下 那第十七章 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 叫大淫妇 一起来说 大淫妇 那大淫妇跟那些什么地兽啊 什么什么 都是什么什么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伙的 你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十七章的时候 这个 这个 他跟地上的君王与他 什么 这个他就是大淫妇啊 你看到大淫妇 行什么 行营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 他淫乱的酒 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淫妇呢 就是要引诱人远离真理 引诱人远离耶稣 明白吗 他骑在那个珠红色的兽 就是跟当时候的那种邪恶的势力 做朋友啊 而且呢 大淫妇啊 是这样 Willie 你来了 来了 大淫妇啊 来 来嘛 讨厌 吸引你 诱惑你 OK 这里可以看到 那个邪恶的势力 那这个大淫妇呢 是跟另外一个对比 对比什么呢 对比 新娘 一起来说 新娘你也不要讲啊 OK 来改为 老娘 老娘你们也不要讲 因为我们是新娘 耶稣是什么 新郎 我们将会嫁给耶稣 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对比 我们是属于耶稣 我们是新娘 但是这个大淫妇 在那边怎么样 淫妇就是 哎呀 来嘛 OK 明白吗 所以呢 你就了解 这个邪恶的力量 那竟然 这个邪恶的力量呢 垂死什么 挣扎 临死他都要怎么样 跟羔羊争战 意思是什么 他就是要 让你们 引诱你们 诱惑你们 离开真理 离开耶稣 这个是他垂死的挣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假基督 敌基督 什么都好 邪的力量 就是要你远离基督 就是要你 欺骗你 就是要引诱你 诱惑你 这个是他的工作 很简单 今天我们不要讲 我这么大 问你 只要任何的地方 只要是什么东西 让你远离基督 远离真理 就是大淫妇 可以这样说吗 所以你不用说 等到以后才有 现在就有了 你的手机 可能是你的大淫妇 当然我不要再讲 这个东西了 所以在这个末日里面 有太多假基督 的出现 或者敌基督 的出现 如果我是假基督 的话 我不会给你看666的 我是骗子 我不会跟你讲骗子 不会的 现在请问 是不是很多骗子 多的是 所以为什么你们 不敢接我的电话 我了解的 我了解的 我的后面的电话号码 是9255 我先跟你们讲 9255 至少你们 看到9255 因为很少骗子 会讲自己两宅的 除了我 因为你现在 榴莲团 23块 便宜 便宜 你就中招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要给你便宜 便宜 你就不小心中招了 所以要跟你们说 所以你就会了解什么 你就会了解 这个时代 你不再要相信广告了 今天同样的 我告诉你 哎呀 你信耶稣好 平平安安 什么都很好的 来呀来呀 不要相信好不好 这个叫做 山寨版的福音 这个是山寨版的耶稣 这个是山寨版的天堂 现在你懂 山寨版的包包 是越来越象征的 但是是假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走的是宰路吗 还是走义路 你不要说我们信耶稣的很少 就是宰路来的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传福音 这个我要你们学 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诗经 因为当你看启示录 最重要的是抓住神的信息 一起来说抓住 抓住神的信息 OK 那因为外面呢 那个环境怎么样 启示录的环境是这样 你抓住那个神的信息 你就可以在任何时代 任何的环境 甚至到现在 你抓住神的信息 来面对不同时代的环境 听得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试经的原则 不要不然说 这个启示录是启示录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要不然你看最近 这样的一个中东局是乱到很乱 很多人会 耶稣要来了 哈马斯是启示录什么 这个又是什么 你懂每一个时代都在讲吗 70年代也在讲 中东 伊拉克 等一下俄罗斯的那个 还有一个什么巴总统 这边还有一个印 你去看那个总统 哇 六六六 这个有个完美 那包青天 这个也来讲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到底什么时候 那大海啸说 哇 世界末日 现在我们是 不管它发生什么事情 最重要是你预备了吗 神的信息是什么 你就去面对不同的环境 不管是世界末日也好 最重要是神的信息 你抓住 去面对不同人的那个外在的环境 明白吗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回事情呢 即使在你不同的环境 每一个时代 我们都一定会面对患难 包括面对死亡 那启示录最关键的 听清楚啊 你忘记前面的东西 你忘记前几个 但是你一定要 一定要抓住 启示录 最关键的信息有两个 第一个一起来说 再说 第二个信息是什么 再说 明白吗 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你看完启示录 你没有看到这个 你只是研究 哇666是属于谁 这个是属于谁 是不是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 你走错方向了 到最后 约翰跟那些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经贾拉的教会 他们受逼迫的教会 受了患难的圣徒 要告诉你 即使在外面 怎么怎么样 有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 Amen 很重要啊 记得吗 即使我们讲完启示录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17章第4节 第4节就是一个关键经文 上个礼拜 向牧师给了我们 三个关键经文 我现在给你们第4个 你们要念给我听 好不好 1 2 3 来 你看啊 他们是指谁 邪恶的势力 大淫妇啊 这些 与谁 高扬是谁 耶稣 征战 还在征战 不知谁 高扬怎么样 高扬偶尔胜过他吗 必胜 一定 一定赢 胜过他们 因为什么 高扬是什么 换完着你所相信的耶稣是谁 所以今天你跟我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就可以同着高扬 这位耶稣 我们就是什么 蒙招被选 大声的说 有忠心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忠心到底就很重要啊 看到吗 我们前几个礼拜 忠心到底 致死 忠心 这么重要 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就必 得 胜啊 我们贵荣耀给神 耶稣赢了 如果耶稣赢了 你也赢了 所以你看到吗 你就算在外面 怎么样乱啊 世界怎么乱 甚至世界让得你死亡 怕什么 你赢了 你怕死吗 你怕死亡 你惊谁 谁有没有惊 因为死了是 还怕什么 我们是怕什么 怕病 我们是怕痛 对不对 我们怕患难 但是无论如何 面对患难 面对死亡 面对健康的问题 你一定要抓住 耶稣赢了 也因为耶稣赢了 神的孩子 也赢了 Amen 所以最后 最重要的是 你要忠心到底 穿上白衣 靠着耶稣 保鞋的额头 印上印记 你不再是666 你是耶稣基督的 印记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站起来 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 举起你的手 然后请你这样做 Very good 真正好 来信 亚索 真正好 不是 不是 OK 奉耶稣基督的名 画十字架 三次 在你的额头上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你也跟我这样做 意思就是 你要相信耶稣 你要属于耶稣的吗 因为今天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不相信耶稣 你拒绝耶稣 耶稣还是作王 耶稣仍然还是会 施行审判 所以你要愿不愿意相信耶稣 在线上的或者在 在现场的 What's the big deal 信耶稣 愿意相信吗 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 你轻轻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有人相信耶稣吗 从来没有相信 相信过耶稣的 如果你要相信耶稣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 线上的或者现场的 我看到了要为你祷告 这个是一个很认真的时刻 我不晓得你还有机会 举起你的手吗 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位耶稣 你没有损失的 那些举手的 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跟着我 我求你帮助我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求耶稣的保血 洗尽我的罪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今天 我今天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 是我的救主 我从今天开始 就是要邀请耶稣 进入我的心 我就有平安 喜乐 祝福 我如此接受耶稣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归罗要给神 那刚才你举手 我看到好几个 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信耶稣 我们都希望来认识你 我希望你认识你 你留下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要 真的是要为你祷告 让你持守忠心到底 刚才你有句说 不要不好意思 今天就好像刚才 我们画了这个 你画了就 下马下马 不好意思 画了就画了 敢敢怕什么 信耶稣没有什么羞耻的事情 即使人家笑 我已经给他笑了很多次 又怎么样 信耶稣 最好 Amen 我们来唱首诗歌 来做结束 直到主耶稣来来时候 最终我们将会得胜 因为我们会赢在终点 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回应祂呢 What is your response to Jesus Christ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How you respond 你怎么回应祂的 你怎么回应祂的 你怎么回应耶稣第一次再来 直到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没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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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拥出道路 主的荣耀 这才全体是 我要站起来 我要站起来 我心说 我心说 可不得主啊 你是全 你的救助 Amen 我心说 可不得主啊 你是荣耀 你是荣耀的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主啊 主啊 心请我们 主啊 你心情 奔走主道路 主的荣耀 主在全体是 站起来嘛 我要站起来 敬拜赞美 敬拜耶稣 我心说 可不得主啊 你是全 你的救助 我心说 可不得主啊 我心说 可不得主啊 用一句话 我心说 可不得主啊 你是荣耀的 一句话 你是荣耀的 一句话 你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 君王 荣耀的君王 你就在我们当中 谢谢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借着启示录的信息 再次的肯定了 主啊 你已经赢了 你赢定了 你赢了 主啊 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 交给必得胜的耶稣 主啊 我们也必得胜 求主你在 这样的一个七晚 一个插翅难飞的审办当中 主啊 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家人 拯救给他们有机会 来聆听到主 你的福音 谢谢耶稣 如此祷告 受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摊开双手 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一起来说 阿们 阿们